教育部再批准了8家校车业者的申请 允许业者聘请更多的外籍司机 加上已经批准的首批6家业者的申请 这使得可以增骗外籍司机的业者总数达到14个 教育部回复媒体询问时表示 根据校车协会和业者的反馈 将考虑只服务一所学校的校车业者的申请 目前共有两批校车业者获批额外的外籍劳工名额 因为他们现有的校车合约需要大量的校车司机 教育部会酌情评估所有的申请 并且根据校车业者招聘本地公司的努力 以及所需的人手和车队规模进行考量 教育部也透露已经开始处理第三批校车业者的申请 当中包括最近从6月底结束的35所学校招标当中 获得新校车合约的校车业者 另外从8月中旬开始将有另外的30多所学校 进行校车招标 获得校车合同的业者可以向教育部申请 增加外籍劳工名额以应付人力需求